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诗人屈原曾经说过 如果有一只狗不停的吠叫 就代表它看见了 它不曾看见或无法理解的东西 我曾经听说 在四川那里有很多的山 还有大江 雾气特别重 常年都是阴天见不到太阳 所以等哪一天太阳出来 雾气散开的时候 那些狗就会对着太阳一直吠叫 为什么 因为它们没看过太阳 它们会一直叫到雾气 再把太阳给遮住为止 这就是鼠犬废日 柳宗盛又说 我听到这个典故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信啊 拜托哪有那么重的雾啊 可是有一次 我到了南方 突然有一天下起了大雪 哎呀 不得了了 那些狗全部都冲出来 对着雪狂叫 为什么 因为南方不常下雪 所以这些狗没看过雪呀 它们看到雪的反应是 这是什么 一片白白的 不知道叫啊 所以它们会一直对着这个雪叫 叫到太阳把雪给照到融化为止 看来鼠犬废日是真有其事 鼠犬废日这条成语 讲的就是少见 多怪